第198集 秋季七月 霍光坐在亭中 召集丞相及以下大臣 共同议定皇位继承人 于是霍光再次会同丞相杨厂等上奏皇太后说 孝武皇帝曾孙刘病矣 年十八岁 从师学习诗经 论语 孝经 行为节俭 仁慈爱人 可以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 侍奉宗庙 治理天下百姓 我等冒死奏命太后 皇太后下诏 可以 霍光派增重刘德来到上官里刘病一家中 侍奉其喜悦 更换太后所赐御医 由太朴用轻便车辆将刘病矣 迎接到曾正府进行斋戒 更申二十五日 刘病矣进入卫阳宫 见皇太后 被封为杨武侯 随即 由群臣奉上皇帝玉玺受待 刘病矣室及皇帝位 败业汉高祖祭妙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事与使 炎炎炎上奏参和大将军火光 擅自费力军上 不守仁臣之礼 大逆不道 此奏章虽然没有结果 但朝廷群臣都对炎炎炎的勇气 肃然敬畏 八月几四初五 安平侯阳场去世 九月大赦天下 乌尹 蔡乙被认为丞相 当初 徐广汉的女儿 嫁给皇曾孙刘病乙 一年后生下一子 名叫刘 数月之后 刘病以及皇帝位 封许氏为结余 此时 霍光有一小女儿 与皇太后有亲属关系 所以宫卿大臣 商议立皇后 心中都认为 应立霍光的女儿 但也没有明说 汉宣帝下诏 寻找威剑使用的宝剑 大臣们懂得皇上的心意 便奏请立许为皇后 十一月人子十九日 许氏被立为皇后 霍光认为其父亲 徐广汉是受过刑的人 不宜做封国的国君 一年多以后 才封徐广汉为昌城君 太皇太后 回到常乐宫居住 常乐宫开始驻兵守卫 汉宣帝本始元年 务深 公元前七十三年 春季 汉宣帝照令有关部门 议定对安定宗庙 有功人员的褒奖 大将军霍光 增加十亿一万七千户 加上以前的 共享有两万户的赋税 车骑将军 傅平侯张安氏以下 增加封义户数的 共十人 封为列侯的 共五人 此关内侯爵位的 共八人 大将军霍光 在朝堂上 以头触地 郑重请求 归正于皇上 汉宣帝谦让 不肯接受 朝中各项事务 都先向霍光报告 然后上奏 汉昭帝时 霍光的儿子霍宇 和霍光兄长的 孙子霍云 都被任命为中郎将 霍云的弟弟霍山 被任命为 凤车都尉 适中 统帅由 胡人 月人 祖成的军队 霍光的两个女婿 分别担任 东宫 西宫 卫卫 霍光的兄弟 女婿 外孙 全都参加朝会 担任 朱曹 大府 齐都尉 几世忠 等职 霍氏一家的 亲戚骨肉 结成一体 在朝廷 盘根错节 昌义王 被废除以后 霍光的权势 越发加重 每次朝见 汉宣帝 总是以谦虚 恭敬的态度 对待他 甚至有些 礼遇过分 夏季 四月更午 初十 发生地震 五月 发现有凤凰 聚集于 郊东 千圣 汉宣帝 下诏 大赦天下 免收 田赋 六月 汉宣帝 下诏说 故皇太子 葬在 湖县 没有 嗜好 不能享受 每年四季的祭祀 应当为 故皇太子 议定 嗜好 建立 陵园 后 有关 官员 邹请 说 按礼仪 规定 做了某人的 继承人 就成了 这个人的 儿子 所以不能 再祭祀 自己的 亲生 父母 这是 尊敬 祖先的 大意 陛下 作为孝昭皇帝 的继承人 接续祖宗的 香火 我认为 陛下的亲生 父亲 应定 侍号为 道 亲生 母亲 称为 道后 故皇太子 定 侍号 为 吏 使良 帝 称为 吏 夫人 全部 重新 择地 安葬 秋季 七月 汉昭帝 下诏 立 燕辣王 刘淡的 儿子 刘健 为广阳王 广陵王 刘须的 小儿子 刘洪 为 高密王 当初 上官节 与霍光 争权 霍光 诸杀 上官节 之后 便遵从 汉武帝 时的制度 以 严刑 俊法 控制 部下官员 从此 很多 世俗 官吏 都以 用法 严苛 来表现 自己的 才能 而河南 太守城 淮阳人 黄霸 却以 为政宽和 组成于世 汉宣帝 在民间时 了解百姓 都为官吏的 执法 俊极而困苦 听说 黄霸 执法 平和 便将其 照到长安 任命为 庭卫政 多次裁决 一案 朝廷 群臣都认为 他公平 二年 已有 公元前 七十二年 春季 大司农 田延年 因罪自杀 为汉昭帝 发丧时 大司农 雇用民间车辆 田延民 假称雇车费用增加 贪污了三千万钱 被与他有 仇怨的人告发 霍光 照田延年来询问 本打算为他开拓 可是田延年 拒不承认说 没有此事 霍光说 如果真的没有此事 就应当深入追究 御史大副田廣明 对太仆 杜延年说 按照春秋大义 可以用功劳掩盖过失 当初在废除昌义王时 若不是田延年 站出来 则大事不能成功 如今 就当作是他自己 向朝廷祈求赐他三千万钱 怎么样呢 希望将我这番话 禀告大将军 杜延年将田廣明的话 告诉了大将军霍光 霍光说 确实如此 田延年 真是勇士 当年在决定大事时 多亏田延年挺身而出 震动朝廷 霍光于是 抬手 按在自己的心口上 继续说 当时的情景 使我至今 还心有余悸 请你代我向田大夫道歉 让他明白地告诉 大司农田延年 到监狱去 会得到公平的裁决 田廣明派人通知田延年 田延年说道 就算朝廷兴而宽恕我 我又有何面目进入牢狱 让众人对我指点讥笑 让狱族囚犯 在我背后拓满呢 于是 一个人住在大司农 关崖旁边的屋子里 紧闭房门 袒露一臂 拿着刀在屋里徘徊 几天后 朝廷使者前来 赵田延年去庭位 田延年听到 开读赵书的鼓声 便自吻而死